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侯友宜他还没出来之前 你很多人都说他是出家的猛虎一旦 他要宣布参选的话 有庆祝行情 选举行情 造势行情 侯友宜已经是天下第一的 讲这句话的这些人 现在还活跃在各个政论节目的电视台 没有错吧 欧教授 对 我们依然健在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骂侯友宜 都骂得比我们凶 对不对 没错 他们去撑高宏安的场子 说高宏安是金之圣人 结果都跌着胶了 对啊 他说他是帝王花 又是天之胶女 然后现在说这个人是一个贪污犯 反正变来变去的我们不管他 我们今天讲侯友宜 就是说现在已经解开了他的捆容所 但他还会不会蒙虎出家 他究竟是蒙虎出家还是说虎落平阳背拳期 他究竟是捆容所你打开了以后是龙困沙滩 招瞎戏还是龙腾九天 我们今天就针对侯友宜 我们可以说侯友宜现在能不能选下去的关键 这个已经不是侯友宜能够决定的 而是说整个国民党怎么看侯友宜 所以现在政坛就传出了一个消息 那过去我们讲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现在是什么 朱立伦不下台 侯友宜选不上 现在都已经传出这些话 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华人智库董事长 哲学博士 欧崇敬 欧教授跟大家共同探讨 欧教授好 刘华哥好 就是说 侯友宜的捆容所现在已经被松开了 可是松开以后 他在9月23号 他宣布一件事情 他要请假参选 他比朱立伦跟韩国瑜的时间 请假的时间还要长 他参选以后 他第一站就到了彰化 彰化他就到了电安宫 电安宫就是一座宫庙 宫庙他来参拜 那换句话说 他的起手室就在中部 然而我最近听到很多很多人告诉我 侯友宜自己感觉到 他的选情真的是不妙 因为他到了电安宫以后 各位有没有发觉 他到了宫庙 很少有小鸡会站在他的后面 那甚至于有些他跟小鸡 都已经合照了 截至目前为止看板没有出来 那您认为侯友宜知不知道 他真的是被落了局 就是说他应该是被朱立伦 能框到这个局中 现在是不是难以自拔 欧教授 完全是有华哥所说的这样 我在爆料一个事情 有华哥可以吗 可以 他不是嘉义县的朴子人吗 对不对 对 我们都知道嘉义有三线海线 总共是两席的立委对吧 对 那既然嘉义朴子 他就在佩东宫的巷子里面 这就他老家哦 对吧 对 那他老家总得得票要像样吧 对吧 对 那母鸡要带个小鸡 好好的在这边好好招摇过世 或好好宣传一下 没说吧 对 那嘉义海线铺子这边的 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请问是谁呀 他都已经嘉义造势 去了好几回了 没人呢 三线他也没人 没有提名现任的国民党候选人 这个难道 咱们侯友宜侯哥哥不知道吧 当然知道啊 但知道他无能为力啊 他连一个地方党部主委欧总军都叫不了 没办法叫他说你就赶紧提名了拜托 人家愿意被提名你也不提名他 那你说事情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为什么有人又选 然后主委不提名呢 理由是不是很简单 你这个候选人喊不动人家主委 人家主委不待见你吧 故意让你自己的故乡 一直到九月底 没候选人 您觉得是不是很妙呢 包含三线在内 三线也没提名人 他现在就是 你让我的好朋友自动请赢的 林国庆 对 所以整个嘉义县 是三线海线都没提名人 十八强阵都没有国民党的 乡长镇长 或者是县级市的市长 全都没有 那你觉得他嘉义县是要选 还是不要选哦 友好哥 不是 现在嘉义县包含林国庆 我们几次帮他站台造势 我们是希望他选得上 那您认为 这个侯友宜说 他到嘉义 对不对 他到嘉义 他为什么不找林国庆 因为人家林国庆不归他管 林国庆是独立 无党籍 对啊 无党籍 对啊 人家的钱也不从他口袋来 林国庆不管是自己募的 但是你要知道 林国庆他也非常 痛苦啊 虽然说他是自行参选 国民党礼让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问题来的就是您刚刚讲 那位仁兄 其实我也认识了 他是预算专家了 他是预算专家了 有两个立委通通选上 随时可以取代他嘛 没错 那他自己还要弄一个不分区嘛 对不对 所以铁算盘 每个人都是只算自己的算盘 不算别人的 对 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发掘侯友谊的困境 朱立伦解决不了 朱立伦不帮他解决 还有一个嘛 还有一个就是中正万华区 中正万华区为什么提名中小平 然后另外两个不动员 原因非常简单嘛 侯友谊 侯友谊属意的人选朱立伦不同意嘛 他就弄一个 弄了一个中小平出来 吴东小平原来是属于吴敦毅派系的嘛 除了吴敦毅派系 他还是谁的好朋友 那你晓不晓得 是 总干事 他的总干事 老金啊 金小刀 他跟金小刀私交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 朱立伦在立法委员这一块 他绝对不会让侯友谊参与跟干预 包含不分区 因为朱立伦只剩提名权 他其他就没权利了 再让上去他干嘛呢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你捆龙所 你帮他保了 他是说松绑 然后他就自己讲 他从美国回来 受到美国多少多少的那个按赞 好 16个国会议员 这个是哪一个台湾政治人物 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那你去问问彭文正好了嘛 问问彭文正 他就知道 彭文正现在待在美国 他只要天天去那个国会 我告诉你 所有的议员他都见得到 都能够拍照 那你那你相不相信 彭文正手说 还有一比 红友宜还要更盛大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说好 他回来了 各位晓不晓得 他的民调 还是二十几 出去前二十几 回来还是二十几 他的民调没有动 所以就是说 我们今天就是说 你解开了他的捆龙所以后 他是龙困沙滩 招下戏嘛 那你说他是出家的猛虎 那好嘛 他现在虎落平阳 各位晓不晓得 包含柯文哲 包含韩国瑜 包含 包含 郭台铭 他们要喝和解咖啡 坦白说 他们 本来都不想去跟朱立轮台 但是侯友谊没有决策权了 对不对 他见郭台铭 第四次见到 等于是在大厅法战来 那你晓不晓得 那郭台铭现在可以直接跟 跟那个柯文哲 跟那个谁 那个朱立伦 可以直接通话 韩国瑜要不要担任同一 我们一再讲 是要看朱立伦脸色 还有金斧冲脸色 那您认为 侯友谊究竟是样板 还是猛虎 还是真龙天子 那您的看法 这个侯友谊是穿的龙袍 都不像是一个天子 所以我看他黄袍 还是别批的比较好 他真的就是属于 九门堤都的那块料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招瞎戏 咱们不知道 但是总而言之 他是搁浅的是确定了 也就是说 他对于航海的技术 真的不行 也就是说 他实在不适合 在政治的场合里面 做太多的打滚 他连跟郭台铭的交手 一杯咖啡都没捞着 你认为他还能做些什么 所以事实上 他对于政治的表演 不是他真正的在行之所在 他也不知道 朱立伦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葫芦里到底诸人 想要借着这次的立委 跟不分之一立委 要到些什么资源 这都不是他所熟悉的范畴 只能这样说吧 侯友余现在是努力的 勉励支撑 从十月十一十二 加起来大概还有百来天 他能够每一天 自己保持好他所有的身心健康 零件不错了 我提醒大家 他现在可是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相对来说 如果比喻成历史上 那人家就会问 那连婆将军您年纪这么大了 是能不能把饭给好好吃好 您已年老上人饭否呢 这才是侯友余真正的问题 他再怎么神明神武 他也没有办法再飞到屋檐上去 救任何绑匪绑下的婴儿了 现在的侯友余啊 真的剩下这一口气 能撑到选举投票日 那就不错了 友华哥 其实就我所知 很多人都建议侯友余 是不是就是放过大家 就是由他宣布 就是说不再参选 就是说那我不参选 然后请国民党 另举贤能 另外的 那国民党一定举出 最贤能的朱立伦啊 朱立伦嘛 对不对 对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又不肯放弃 现在他又没有权利 那现在更麻烦的就是说 14个县市长就我所知 也在离心离德 几乎没有一个人 愿意帮他造势 对 现在侯友余的麻烦是在这里 而小鸡也不愿意 跟他共同挂看板 说等到选举那个时候再说 我付诸一点 14个县市长不是不应造势 是因为造势要自己付钱 他们不愿意帮他出钱 还有小鸡也不愿意帮他输联合看板 因为联合看板是小鸡自己花的钱 这些我都知道 他们现在都已经开始预约 韩国瑜跟马英九的站台时间 我看那些小鸡 没有一个人跟胡友余讲 你什么时候到我这边站台 就是说现在以马英九跟谁为主 跟那个韩国瑜为主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虽然捆龙所绑了 甲子那也放了 现在老骨变病猫 然后呢 他的捆龙 他的这条龙 我坦白来讲 他这条龙已经快要变成地面上的石 就是换句话说 今天国民党会弄成这样 您认为柯文哲看到这种情况 跟郭台铭看到这种情况 还想跟他合吗 假如排除朱立伦的因素 我可以告诉欧教授 他们两个都不愿意跟 侯友宜和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他们认为侯友宜会 拖垮他们的选情 对不对 现在呢 是三个脸上长了麻子的 这个丑八怪 互相指的对方 谁更丑 谁更令人不待见 所以三个人是互相嫌弃 这个局啊 应该是三个人最后都会爆汗而终 李华哥 刚刚欧教授讲爆汗而终 的确 如果国民党再不改选意测的话 非但蓝白合不了 况且他会输得很难看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 感谢华哥 感谢华哥